首先講講最新的昨天 衛生防護中心染病主任張竹君的一些報告 他新增了109宗新冠的病毒這個個案 給大家看看 有11宗是輸入個案 另外有98宗是本地 葵中村再多69人染疫 5宗是源頭不明 有109宗確診 葵中村佔69 5名患者源頭不明 另外涉及其他個案 還在關聯其他地區 包括東、沖、荷荒、深水埗、昂大仙 本地個案當中的24宗跟其他個案有關 找到就找到源頭 其餘都是葵中村的日葵樓 相關 那就是傳了出去 包括27宗是日葵樓 33宗是映葵樓 另外9宗就是其他8棟 其他8棟包括雅葵樓 2宗 旭葵樓 還有春葵樓 千葵樓 夏葵樓 綠葵樓 碧葵樓 和白葵樓 都有一宗 整個葵樓 整個葵樓村的疫情的情況 蔓延得都很快 以及都很廣 還有其他地區 譬如勝利道地盤就出現爆發 就多了8人確診 至今還有9宗 而最先確診的冷氣工程人員 就是住在映葵樓 他住在映葵樓 但是他在勝利道地盤工作 都令到那裡 開始有一個爆發 另外就是長沙環政府合處有10樓 有勞工處有兩個人確診 曾經一起用線 懷疑期間有傳播 其中一個人就是 日前列為源頭不明 總結來說 葵聰川至今大約210宗的初步確診 和確診個案 葵聰川 這次的大爆發 我大概說了那個情況 也都看到 都是非常之嚴重的 所以 封了 要做檢測 天天做檢測是應該的 當然 其實還有很多問題出現 究竟現在既然病毒 已經存在這麼多區 我們只是為封了葵聰川 那其他區要不要做呢 因為問題是現在我們是 幾乎每一天都有患者 源頭不明 昨天來說 法國有五個患者源頭不明 前日也有 那麼多患者源頭不明 那你又要做那個 當然是一個機音排序 要再穩 我們希望就好像 就是前一陣子 國泰空少空姐 散發 散發出來的病毒 最後 他全憤了 他 有些 傳了開之後 有些患者源頭不明 後來 檢測了機音排之後 發覺 原來都是 這些空姐 空少傳出來的 那這次 譬如說 這些患者源頭不明 我們有沒有機會 去找到 其實都是 攜沖村關聯傳出去 我希望真的找到 如果真的找不到 政府會怎麼做 如果已經發覺 有那麼多源頭不明的患者 在這個社區行走 那我們是不是真的要 來一次全民檢測 去 每一個 香港人都可以檢測了之後 確認了 沒有再有源頭不明的患者 在市區 遊走 我們才會放心 現在其實我們一直都在說 這一件事 為什麼我們希望 政府真的想 有辦法做一次全民檢測 然後 清除這些 全香港的源頭不明的患者 起碼可以找到出來 第一 第二就是找到他們的源頭 我們就會比較放心 現在的疫情 我們明白的 因為Omicron病毒 已經可以是空氣傳播 另外近日在 黃大仙 和香港仔的污水 找到 我們之前 專家就跟我們說 如果病毒在空氣 可能20分鐘左右 傳染力會大量減低 但是問題是 現在是可以空氣傳播 以及在污水那裏發現了 會不會呢 就算你一些病毒 在物體上面 物件上面 逗留了20分鐘 在空氣中 死亡 或者失去 最大部分的傳染力 其實 也有機會 在空氣傳播出去 在污水傳播出去 會不會在空氣和污水 他們的生命力 其實也挺強的 另外 我們又說 看到在低溫的 急凍食物 包裝 又找到這些病毒的 情形 陽性 如果是這樣的話 有些人就說 外國主要都是這樣說 外國就說 喂 這些病毒的Omicron 傳得這麼厲害 清零是不切實際的 香港也有專家說 清零是不切實際的 究竟說 他所說的清零是不切實際的 意思就是 那不用理會 好像外國 或者歐美 他們說 既然這個病毒是這麼難搞 不切實際清零 不如就與它 病毒共存 其實呢 這個說法是 相當錯的 為什麼 為什麼這麼說呢 疫苗 我們永遠都是說 我們說了很多次 打疫苗 是不可以防止 你可以 完全不會受到感染 因為絕對不是 打了疫苗 我們都要做好防備 但是打了疫苗 最重要是 你身裏面有抗體 你有抗體的話 如果一旦你中了招 你就不會 有重症 還有那個死亡率是大幅 降低 那譬如外國就說 那不要緊 我就由它 譬如我打了疫苗 譬如說 歐美很多國家都六七成人打了疫苗 正如你所說 有抗體 那就由它感染 不用隔離 照正常 但是我們 其實是否這樣說呢 其實都不是 為什麼呢 因為 當你感染了之後 雖然是死亡率低 雖然未必是有重症 但是我們真的不知道 後遺症是會怎樣的 正如我前一陣子跟大家分享到 有部分男士的後遺症發覺 就是那個重要器官是短了的 就是 升起的時候 那麼短了 這個是 都說的是 半年 之後才發覺的後遺症 現在其實很多專家都說 擔心這個疫情會有其他的後遺症出現 甚至乎影響你整個身體的 抗疫 抗疫的能力 變成我們真的 可以 不染病 當然最好不要染病 你不要通過染病 令自己產生抗體 然後復原 跟著就好像早孤域那樣 說我染過了 上兩個月 我有抗體復原了 所以我沒事 不可以用這個角度去思考 而是我們擔心之後 你的身體可能是 半年後一年後 你整個身體的機能 甚至某些器官 會出現一些後遺症 我們不知道 那麼在這個階段 我覺得不可以這麼冒險 跟他共存 不用想了 打了疫苗就行了 不用隔離 這個是非常危險 所以說來講 我在這裡說 現在 香港的專家 就說清零是不切實際 那麼現在 近日 香港政府的口風 就是說我們要動態清零 什麼叫動態清零 根據 國內官方的說法 動態清零是包括三樣東西的 第一 及時主動發驗傳染病 如不論感染者 有沒有症狀 或者是沒有症狀 第二是 發現了病例之後 盡快採取公共衛生 和社會干預措施 控制疫情擴散 第三就是有效救治 減少重症 及死亡 其實上述幾點 都不是 一個正正式式的 清零政策 你只是說 如果有 病例發現 那就快點 盡快 防止它降散 以及 去救治 減少重症機會 其實現在香港正在做 因為發現了 現在 嚴重的地區 封區 隔離 接著就做檢測 如果真的有病者 有患病 就馬上送到醫院 防止 應該說 減少 變成重症的機會 減少死亡的機會 這就是所謂動態清零 如果真正式實際清零 其實我們早 幾個月 一直都在奉行 那個政策就是 不可以 有這個 病毒 在這個社區 所以我們 完全是一個清零政策 就不是說 發現了有一個 案例 才去 去修補 而是 在未有案例之前 我們已經做好那個 譬如說 通關 嚴格 做一些措施 可以防止外地輸入 這就是我們一直都在做的 但是現在 既然在葵中村爆發之後 政府官員就改了口 就是動態清零是重要的 既然是爆發了就先控制了 但問題就是我剛才再說的 其實現在 你真是不知道有多少個 已經是 不明源頭的患者傳了出去社區 是不是 傳了出去社區 現在你看到 我們有這麼多的 地方 前幾天我給了一個圖給大家 即 石傑美 深水埗 沙環 葵聰美夫 丁九 東聰 大澳 現在還有 加上 黃大仙 還有 還有 石傑美 等等 這樣的地區 全部都有了 即是說我們比較擔心 不明源頭的人已經周圍傳了出去 除了這些區 甚至乎 再傳出去都不頂 所以如果你既然說 已經是這麼多的 案例 已經出來了 我們是不是真的說 要做一次 起碼做一次 全民檢測 所以為什麼呢 我就再看一幅 這個 這個是 議員 說了什麼呢 好了 就是這一群 這一群立法會議員 還有一群KOL 日前有個全民的聯署 立法會議員有這幾位 陳少雄 鄧家彪 陳明欣 李子敬 何君堯 楊永傑 良民港 鄧菲 又達根 他們說了什麼 聲明就是 向中央請求 支援全民檢測 盡快截斷 隱形傳播鏈 這個我覺得是非常同意的 第二 優化風區流程 在十八區各派指定特官員 去 人民政事務局 跨部門 跨部門 剛才 傑提過 跨部門 會不會可以幫忙呢 跨部門統籌 因為現在真的 都沒有人統籌 我們是不是應該承立一個統籌局呢 統籌抗疫局呢 現在是沒有的 跨部門統籌 因爆疫出現的大型遺風事件 採取上門採養 減低排隊 檢減 其實這個可以做到 我覺得在大陸 在國內的酒店 當你隔離的時候 你是基本上你不出門口的 你是等這個 人員 上來 幫你做檢測 在門口 以及 派發盒給你 這個 其實可以做到嗎 當然是人手問題 正如這個第2點指出 可不可以18區指定一些官員呢 或者是怎樣去跨部門去幫忙呢 好了 第3就是 向中央請求 預留治療 預留治療新冠病毒特效藥 這個是藥物 中了招先用的 第4是大幅增加檢測房間 考慮擴建築高彎 這個也是一個方法 這個又重要了 安心出行 C實名制 加徹追蹤 這個相當重要 如果我們能夠做一次 向中央請求 支援全民檢測 截斷了隱形傳播鏈之後 我們這些就很有用了 安心出行的實名制 加追蹤功能 另外有約 另外擴建 捉高彎指滅中心 最後一點 呼籲社會提早放連假 保持社交距離 這個已經正在做了 好了 這一堆的要求 聯署就是 一番的 立法會議員 和QA日前所說的 基本上是同意的 我覺得 有幾點是很重要的 既然現在我們擔心 有些不明源頭的病毒 已經在市區傳播了 第一點 向中央請求支援全民 盡快截斷了隱形傳播 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真的不希望 傳播之後 有人中了招有抗體 然後說有抗體沒事了 然後很快 不是的 我們擔心除了 雖然是充精 和死亡率是機會減少 我們擔心將來 半年之後 一年之後出現的 對身體的後遺症 我們擔心有一件事 第二就是 我們不需要 跟歐美這樣的 躺平 或者是 病毒共存 這些理論 去附加他們 你看到 他們的做法就是 大量的死亡率 大量的死亡率 正如我日前所說 如果是按 美國的人口的死亡率統計 如果中國 又是 好像美國那樣抗疫 中國是會死317萬人 是這麼嚴重的 現在中國是死亡率 也不幸運 死亡率 我們也是不想發生 但是 其實大部分 4300多當中 應該4500多 4300多當中 很多是 湖北 武漢爆發的時候 4300人是那時候死亡 之後 控制了武漢疫情之後 全中國死亡率 大概200人左右 200人左右 但是整個美國是死了80多萬人 所以如果你看到 歐美這樣 躺平 是一個 抗疫 是可以死幾十萬人 而是中國是可以死300多萬人 如果計算人口比例 我覺得是絕對不可以容忍這些事情發生的 就算香港 也是 如果照比例 可能香港 如果跟歐美這樣躺平 好像去美國那樣抗疫 香港是隨時死幾千人 我覺得 幾千人是絕對 這個人命絕對不可以發生 現在香港 都不幸運 死200多人 好了 這就是大致上 疫情 的情況 以及 議員的一些發言 以及 我們擔心的 一些 後遺症 另外 擔心 不明源頭感染 還有 我覺得 做一次全民檢測 向中央請求支援 還有 是那個統籌 我覺得跨部門統籌 這方面 應該 真的要設立一個臨時的一個跨部門的一個統籌的組織 去統籌各部門 我覺得這個是 其實都說了很久 也不只是我講 有些人是這麼說的 好了 這就是疫情的發展 好 接著我很快說 第二個題目 第二個題目就是 最近香港 在葵中村 特別 出現一些刁民 都是 令人氣憤的 這個刁民 就在這裏 他在葵中村 就說 他是住客 他就去探朋友 探朋友之餘 探完朋友 就在走廊 用口噴水 噴水傳染 我不知道他什麼心態 首先我不知道他自己是不是 中了招 就算他不是中招 他把自己的口水 連在他手上的水 向 住戶的走廊 或者是門那裡噴 也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做法 我不知道他本身有沒有細菌 葵青警區刑事偵查隊第六隊 人員經過進一步調查 昨天下午6點40分 拘捕了一名35歲姓吳的男子 現在告他什麼呢 游當罪 然後就告他 違反預防及控制疾病 佩戴口罩規例第599 埃張 違反簡易程序治罪 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4條 防擾罪 懷疑他在葵青區的大廈走廊 向多個住宅單位的大門 和門中的位置 或是門中的位置 用口吐水 被捕男子正在被扣查 警方重申 這些遊蕩罪屬於刑事罪行 一經定罪最高可以判監 兩年 呼籲市民處於疫情嚴峻事後 遵守 嚴格遵守預防及控制疾病的條例 以控制疫情 這個就是 葵青的一些刁民 我們發覺出現了 幸好 拘捕了 除了這個刁民 還有一些刁民 網上我們又看到另一幅 照片 見到 有市民 葵青村的市民 可能覺得肚餓了 走到大堂那裏 看到 抗疫的人員 不讓他出來 但是隔空 就向記者大聲說 救命 我們快餓死了 喊了幾聲 這個就是 另一個 你可以說他不是刁民 可能他真的肚餓 你忍不住就下來 控訴 好了 我們看看其他的 市民 有些市民 有些市民 很合作 這個市民就說 大家一起做好 對抗疫情 沒有問題 另外 我們的 立法會議員陳恆斌 就發出來了 他說沒錯 霹中村 爆疫未止 垃圾圍城 成隱憂 曾經是 被人拍到出來 但是原來 為什麼會成隱憂 因為 你 本來清潔 那個村的 員工 都去了隔壁 臨時就沒有清潔人員 可以理解 你臨時那個上五或者下五沒有了 幸好 很快就找到其他清潔人員 調了過去幫忙清潔 你看到右下的這個幅圖 走廊是乾淨了 解決了 當然我也希望傳媒 不要只是公佈 未解決的時候 如果很快解決了 希望都可以公佈 另外 希望可以 說說一些正面的東西 好像 多紀律部隊召集 人手支援 警方增了六隊的PTU 240人協助 風區 立即增加人手 但是傳媒 就沒有什麼報導 這個也是 急調 240PTU增援 我們看看網民有什麼說 還有其他東西 看看居民說什麼 反映第一晚發盒不太熱 就派遲兩小時 可能是第一晚的問題 派遲兩小時 當然是 可以改善 但是發盒如果真的 不夠熱 其實大家都在家居隔壁 可不可以自己弄熱 幫忙 派遲了 自己家裡弄熱 不可以 其實應該可以 好了 這個就是之前說 垃圾的問題 有議員就拍了一張照片 在社交媒體 陳明恩正 但是後來 陳恆斌 也是把那個 解決了問題 的照片 說出來 好了我們看看網民的其他反應 少少網民的反應 看看大家 其他市民是怎麼看這件事 這個市民就說 看得出很多人 真的都挺貪心的 隔壁五三五日 都現在在家 不用捉高彎 政府安排 一天三餐還有水果 甜品 大量用品 還有鮑魚罐頭 遠遠超過五日所需 應該支足 這班公屋的人 甚至一般香港人來說 政府提供的 給他日常生活買來的 豐富 這個不評論 但偏偏就不停投訴 甚至要求賠償一萬元 這個賠償一萬元 是嗎 我沒聽過 我第一次看到 Facebook 可能有些人真的這樣說 要要求政府 封攜中村 有某些居民就說 你賠償一萬元給我 不知道什麼時候變得那麼矜貴 家中老人家說 看到這宗新聞 以為有豪渣被封 問現在是不是有 富翁被隔離 這個網民的鋪問 都挺搞笑 好 然後其他網民 香港人有個份自由 配弱了不少刁民 另外他說 記者也有責任 選擇性報導 如果地方太福利主義 養了一些 不是新產 知識不停投訴的 福利少的 不感恩的刁民 另外這個就說 又是傳媒放大 入賠償278人 之後再加了五六棟 加起來都沒有27個人投訴 只是說投訴人出來 真的藍為了一群正常居民 還有一些 報紙說 開口要求賠償一萬 都不可悲 新聞選擇 播出更可悲 這個就是 講新聞的選擇性 報導 這裏就講了正面的東西 剛剛看電視有位 葵中村的非隔離的 叔叔就說接受訪問 非隔離 什麼叫非隔離 不是隔離那幾棟 現在應該全部隔離了 OK不要緊 他是裝修工人 他說提早收勞 少一日工作少一日錢 但是他很積極地說 最重要是大家沒事 全香港人團結一起抗疫就沒事 說得好正面就OK了 但是他就說 相信很多報導不會選擇他 這個貼文就說 不會選這個 叔叔來報導 因為 不夠好看 好了 大致上 我 上半段分享就是這樣 說了 抗疫 希望可以做全民檢測的背後 那個意思 那個理由 第二就是講了 葵中村的一些刁民 原來我們有大部分人 九成九的市民都是正常和配合的合作 也有些人的反應就是 希望傳媒可以廣泛報導 不要只是選擇性報導 我們